你绝对无法相信,科学家现在惊奇地发现,宇宙根本没有标准时间。 时间本质只是人类用空间里的一种运动去衡量另一种运动,不是物质本质层面的属性。 时间更像是大脑给人的一种幻觉。 当我们谈论时间,通常认为时间是连续且均匀流动的,就像河流一样,从过去流向未来。 但是,科学家们很早就开始质疑时间的真实性,他们发现,宇宙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标准时间,因为运动永远是相对的。 这意味着,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刻都是物体运动状态的一种反应,而非时间本身的流逝。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所以震撼世界就在与其非常深刻地向世人展示了时间的相对性。 在相对论中,时间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空间紧密相连,形成了四维时空。 例如,在强引力或接近光速背景下,所谓的时间就会变慢,甚至几乎停止。 这甚至意味着,如果能以接近光速的速度旅行,理论上我们可以跳跃到未来。 而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北斗卫星和GPS也不得不利用相对论原理,持续校正地面设备和太空卫星因为速度和引力不同而带来的标准时间差异,以便实现精准导航。 否则导航误差会达到数十公里。 现在,一些物理学家更是大胆地推论,时间可能只是一种衍生属性,它在物质基本层面并不存在,只在外部宏观层面表现出来。 这种观点换句话说,就是将时间视为一种由物质运动产生的结果,而非一个独立的维度。 那么,如果时间只是运动的另一种表达,我们常常提及的现在又是什么呢? 试问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我们的生活,记忆和计划是否都建立在一个不存在的概念上? 你能给出答案吗?